好 那么在台东的池上以及关山农会或是自销农都陆续是接到网购白米的宅配订单 那么由于订单是增加了 工作人员也加班处理 那么关山农会是特别来呼吁民众 目前库存量其实都是足够的 并且一起到座即将药材收割 未来白米供应量都能够维持 请民众无需囤积 受到疫情的影响 先前双北地区正式进入了三级防疫 同时也造成了不少民众恐慌 开始囤积食物 在重谷地区的农会以及制根农 都有接到不少来自网路的订单 订单量成长了一至四倍 而关山镇农会则表示 目前白米的存量都十分充足 请民众无需囤货 这两天有稍微智商一点 比较多通的电话 行为的电话也很多 但是我们尽量都告诉客人 这个米都还是在充足的供应当中 而且很快又磕到此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用囤米的方式来储存 因为它毕竟保存期间不是太长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是需要的时候再来订 我们都会以充足的量来供应 在此也特别提醒 目前国内的各项存粮皆在安全的范围内 而且一起到座在过不久后已即将进入收割期 请民众不必过度口慌 因而惩祸突击 记者陈基林 关山镇报导